北美市議員今天再度指控說 台電因為牽移塔住的關係 導致這個文山路 這個文山區的指南路 這邊有一片的山坡地的地基掏空 危害到了居民的安全 擔心成為貓欄事件的翻版 上午呢很多人呢 澄清的民眾是到現場來抗議 情況如何 連線請范馨宇告訴我們 馨宇 好的主播觀眾 台電的工程又引發爭議了嗎 就有綠營的議員 是非常的生氣 他們指控台電 為了要牽移一座高達9.5公尺的電塔 在貓空的後山山坡地上面砸了四個塔住 卻沒有做好安全的防護措施 嚴重危害居民的安全 而上午議員是來到了工地來做探勘 也和台電人員發生了爭執 我們來看看稍早的畫面 水保在哪裡啊 水保在哪裡 這樣不叫水保喔 這樣不行啦 這樣不行啦 電塔是一套 但實際工程又是做另外一套 沒有沒有我們是造水保計劃 做一套 水保計劃 水保坐在哪裡 你會被我盯著看 是不是 就這樣啊 這樣子叫水保喔 是啊 來來來 目前就是這樣子 這是做工姐料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覺得 好的您可以聽到其實整齊的爭議 是起於這個新樂客颱風之後呢 台電一個編號039的電塔 它的下方已經嚴重的掏空 因此為了要把這個電塔往南以5公尺 台電人員就在貓空後山的山坡梯上面 砸了4個塔柱 那麼山坡梯是傾斜80公 80公尺80度傾斜喔 而這4個塔柱呢 分別有深達27公尺 比起貓欄的T16塔柱 還要深了5公尺 重點是您可以看到 在這個塔柱的周圍 除了鐵皮圍欄之外呢 就只剩一點點的沙包 那麼嚴重的安全防護是不足的 下方呢 就是民眾的茶園 以及這個停車場 那麼議員非常生氣 他們指控台電人員 這樣根本是草劫人命 不過呢 台電他們也拿出了文件 強調他們是經過合法的 開業才施工喔 不過呢有趣的是 現場記者也問這個台電人員 你們敢不敢住在 這個台電的電纜下方呢 他們也是笑一笑不敢回答 那麼目前呢 綠營的議員是要求 台北市政府立即要求 這個台電停工 才不會呢 危害到下方居民的安全 那麼以上呢 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台北口內 好你可以看到台電的塔柱 因為呢 地基被新樂客颱風給掏空了 現在要遷移 不過是不是造成了 溫山去指南路 整片的山坡地 也跟著被掏空 危害到居民的安全呢 我們都要請星魚 對我們隨時關心 來自現場的最新情況